一起播下福田种 共争的意义 如果说人生是一谋田 要怎样才能够丰收 在佛教内 称出街人为福田增 意思是出街人清静的德行 堪受人天供养 信众供养增众 就可以得大福德 增众所悲的嫁衣 又称福田医 是以田地为比喻 亦表示增众法心 弘法利生 推动社会秩留 亦即在耕云福田 经典又说 能与人天性果者 无过佛法增保重 增于大地 能长养一切善法功德 增企的福田亦是一样 可以帮助信众 开发内心的清静自性 令信众有 众值功德与佩服的良恩 对于增众的供养 只要我们发心顺正 供养清静 其他的就不必计较 声闻大师 开竖了共争的意义 是供养一年 不止供养一天 是供养未来 不止供养现在 是供养十方 不止供养一人 是供养学道 不止供养热闹 出家人秉持宏法 为家务 利生为事业的精神 积极参与社会救济 慈善 公益等利生事业 因此 共争重要的是在于 一切善根 皆息回向 让我们一起播下福田种 将所有供养的福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共结善缘 共成菩提 做个真正的菩萨行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